然后我们现在继续聊天 这个宁波杭州一游 去了宁波的话呢 觉得这个地方非常舒服 甚至想过 可以叫什么 经济独立 生活无忧的时候 去宁波生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我觉得那里的人呢 谢谢KK 生活节奏不快 然后呢 我觉得他们骑单车的时候 也是那种悠然自得的表情 我觉得那里挺好的 就是给人一种很轻松的感觉 然后呢 汤圆 从小吃 我 我去了钢牙垢 吃了汤圆才知道 原来 汤圆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 宁波的汤圆的那个皮 谢谢妹妹 特别滑 然后那个芝麻 那个馅儿也是 不会很甜很腻的 这真的是太好吃了 还有那些什么 白蟹炒年糕 太好吃了 那我去了一家店 叫做 阿拉 明灶 对 反正就是随便翻的 是排名挺 谢谢波 排名挺靠前的 然后 我去的时候 他们说一点半 就截止下单了 然后我就点了 几个 好吃的菜 然后当中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 就是 然后他就帮我换了一个 送了我一个汤圆 是小小粒的汤圆 然后里面还有 桂花 还有 黑芝麻 酸酸甜甜的 让我一下子就 我吃了三碗 然后 因为去了宁波 吃了很多 也有点 这两天需要 少吃点 但真的是 旅行的时候呢 大概 大多时候 谢谢湖北一姐 会有一种 就是 有的时候 会没有胃口吃东西 然后就是面对 即使是面对好吃的 也是会 心里面会觉得 吃不下 对 但是那个汤圆 真的让我很难忘 然后宁波的小海鲜 都好好吃 然后我坐飞机的时候 也看到了很多 戴红帽子的叔叔阿姨 谢谢老姨 谢谢 就是 好像 组织去各个地方 去旅游 很多那种旅游团 也是 祖国 疫情方面控制的好 所以现在就是 可以国内 国内的随便游 然后我去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去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都有看到很多旅行团 然后飞机都是满满的 就是这一切都挺好 然后去了 还吃了一个 宁波吃了一个 月菜 宁波吃了一个 夜市点心 谢谢 谢谢 结束 谢谢你 然后 谢谢你们一直送礼物给我 谢谢 谢谢 然后 吃了一个月市点心 就装修的是很贴地气的 因为就是 没有在装修下面 投资太多 但是东西真是 很实际 挺好吃的 就是也是有 香港的感觉 就我觉得 在宁波 做这个 月市点心 做成这样 也是 很好 很好吃 我觉得宁波 除了汤圆之外 他们那个虾 也特别好吃 虾是 很 很甜 很淡牙的那种 值得骄傲 因为宁波的朋友 会介绍他们的虾 给我吃 就结果是 真的是很好吃 然后我就从宁波 坐火车去了杭州 两年前呢 我也有去过杭州 还有西湖 但是上次呢 只有两天的时间 时间很赶 然后这一次就 比较轻松 所以也特别享受 杭州 太可爱了 谢谢 然后杭州 真的很美 就是 真的是上有天堂 下有俗号 还是想 有机会 还会去 反正也是 借这个机会 可以 把全中国都 走一下 挺好 唱一首歌给你们 叫做云河 作曲 李宗盛 《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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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和爱里有个我 随风飘飘 从没有找到真正的我 一片片白茫茫要远离离合 像一般朦胧的演出了我 我要随着微风飘出银河 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 银河 银河 银河里有个我 随风飘 从没有找到真正的我 一片片白茫茫遥远离合 像一般朦胧的演出了我 我要随着微风飘出银河 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 谢谢0909的礼物 谢谢老姨的礼物 谢谢你们帮我点点赞啊 一片片白茫茫遥远离合 一片片白茫茫遥远离合 我要随着微风飘出银河 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 输贵 好 银河像伦伦 感谢观看